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见会的强强对决 观点方式珍宝和 对象方式紫禁城 那双方韩市啊 这一套大堂神明的女儿国庙 对面一把阴阵也是大客的 观点方龙阵 10% 那咱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谁能拿下 先看速度啊 对面女儿村是有移速 大堂的速度是在 观点方的手里 因为今天对面啊 没有给大堂去占一个速度位 老老实实去占了一个 主伤的位置 开场先轻宝宝 有无理性速度 观点方这边也好打 当然开龙阵的话就说白了 法西的速度就已经放弃掉了 已经放弃掉了 起个塔 皮虎 是要野兽 野兽之力 先补上 继续轻宝宝宝 对那方也不着急 怪那方也没有过多的动作 前期还是以扔特技为主 战军 对那方可以动手啊 女儿触发一把青石 先来抢一手速度 哎呦 金青 贵甲书 来针对观点方的沈木林 贵甲163也不错 看一下小死亡能不能挂得中 小死亡 那观点方这边也动手了啊 观点方有无理性速度 这个时候无理性的速度就显示出他的优势所在了 对面大方没能扫出来 那这锅点杀的话 呃 看前排的宝宝吧 啊 估计是勾枪 平A点法泄 那平A肯定是伤害会欠缺一些 看一下神木林的特技 挨了一顿打还没死 神木可能有琴音或者是有金青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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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效力尝到 网友周魂趁机鬼波伤害 那观众方肯定得把物理系速度拿回来 东西的移速已经没了 他的物理系速度不能再丢 看一下对面 这一波的话 对面方大藏倒地 观众方这边倒是可以再点 神木灵起个盾 不想给观众方点杀的机会 那还是只能轻轻抱抱 还是只能轻轻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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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兵力强 你大堂只能砍三千 我能砍四千 这就是大克来的自信啊 我伤害就确实比你高了呀 女儿一把金轻 这波关键我好像还能接着来针对啊 没移速 那就杀移速 对吧 或假说 扔一下 这也比较符合宝格的一贯作风 小死亡挂中 AOA 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呀 对面来了一把金轻 这没移速点移速的策略 已经是失败了 哪怕这个女儿村倒地了 对面人家起来 再偷个酒放马金轻也 无关紧要 两千八 有这把金轻 穿下溜溜啊 小死亡还在的话 对两个女儿村 她就死了呀 因为有小死亡的话 对面会多承担一些伤害 女儿一把金轻 反而对面有了反点的机会了 宝宝 没有强卡大金 对面也没法点 小死亡还要接着点 对面还真点了 大头的血线不够 平A点了 而观察风这边 还想继续压制女儿村 对面有金轻啊 你这个小死亡不太好挂 平A点杀 B为宝宝给力 成功的将观察风 大头拿下 而对面的女儿村 好像还是没有问题 最后一个 成功的点死 但还是那句话啊 只要没有小索 拉起来偷就金轻 倒也无所谓 节奏还是在对面 对象风 甚至化身似 活一口血 可以再点一个啊 所以观察风 选择了强控化身似 这口血不给你啊 不给你活 对面强卡大金 最起码大头的血线 现在是够了 小索 观察风还要点 一把盐肠扔出来 大头有纸的呀 就硬点呗 强控化身色 硬点大同官府 但对面是强卡的一个大金 这波点啥 又又又好像 可能会失败啊 主要是看前排的宝宝队 面有卡了个回春 有机会 差一对六 再来一个碰一下 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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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碰的有点太低了 碰了229 不太够 女儿偷酒 一把金轻 对面是真的可以翻点了 反分响 忍中了 用用 又不行了 血线还是不够啊 血线还是不够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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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点小尴尬 主要是观察风几次点啥不成功啊 都有点伤 节奏这个方面伤得太厉害了 男小小小小小小同家 男小小小小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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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哈 小死亡 凝枝树再丢一丢 本嫂千倦 再压神木铃 宝鸡 走你 插一丝血 经济物单抽 神木铃 神木铃 哎 这163给力啊 已经破掉了两次了 破掉了两次163 这神木最终还是倒地 大同应该可以站起来 大同还有一个回合 这个时候对两方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神木铃又触发一把青蛇 神木铃 站起来 现在关长方是严重缺宝 感觉对两方现在 如果大同有一把青蛇 他都直接敢杀关长方的化身死 对面这七宝不太行 这化身死的无魂没解掉 但是也没挺过来 我上了这口血 狂犬之蝎 现在的速度 一速还是在对面 关长方这边 依旧是拿着大同官府的速度 大同马上可以站起来 对那方起了一把弓 也是怕关长方起弓 但关长方也没起弓 关长方这边是直接出了个宝宝 大同触发青蛇 神木触发青蛇 这不杀个化身死 感觉都对不起自己了呀 感觉这真的是不杀化身死 对不起自己 霍家树认一向 因为杀鸟村的意义不大 对面是有医术的 对面在有医术的条件下 杀鸟村的收益 反正你不能说没有吧 但确实也不太大 如果关长方鸟是医术 感觉这波点鸟村 也不是不行 直接把化身 大哥你163那儿去了呀 说好的80%的163概率呢 没了呀 一次也没出发 直接给切掉了 没了化身死 这比赛好像没得打 关长方这边想要逆境 叽叽歪歪没打着 关照万象 你这逆境好像 还果断呀 还是说逆境的时候 说晚了 因为逆境这个操作 就怎么说的 就是说起来很容易啊 实际上也是比较的麻烦的 这么一个操作 要求队员卡物 但你还得卡队人物单位 你还得卡队时间 速度得配上 你有一个点做不好 那你这个逆境就别想成功 看来关长方这边 逆境已经是失败了 因为咱们看的比赛是 我做的录像啊 所以中间它是没有毒秒的 正经比赛都会有一个30秒的毒秒 催眠又被打开了一个 会有一个30秒的毒秒 这么一个30秒的毒秒的话 逆境失败了 失败了 有一个对面被对面的法红宝宝给打开 30秒的毒秒的话 可能实际操作的时间 也就十几秒 因为梦幻秀的PK 它会有一个卡秒的现状 尤其比赛打的时间越长 这卡秒越严重啊 这种情况 可能你实际操作起来 就十几秒的时间 只会跟操作手之间 它需要做一个沟通 找准准确的 卡五龙丹的位置 然后还得把速度配好 这一系列的操作下来 有一说一是有点困难 这个没有成功 两次都没有成功 两次全部失败以后 观察方基本是走远 观察方有几次比较伤吧 就是两次点杀对面女儿 一次点杀对张峰大高 这三次点杀 观察方全意失败告终 要不然是没点索 要不然是没挂中小索 要不然是挂中小索 人家精轻了 总的来说 就是一个不太完美的点杀 连续三次 这种三次点杀不成功 给观察方造成了很大的 那种节奏上的负担 紧随其后对面 两把侵蚀 大头神木双处侵蚀 那肯定直接 要了观察方画生死的命 画生死没了以后 观察方紧随其后 就是两次逆境失败 这就完全没法打 拜拜 拜拜